世界上圆域宇宙这个概念 我觉得它是人的一种平行的一个想象空间 或者一个世界 随着这个技术的成熟 圆域宇宙它是会应该会回到我们的生活的 我叫李维维 从事这个设计工作大概二十多年了 主要平时做的大量是中国传统彩灯 和这个纹绿的夜游这块的规划设计 实际上咱们今年在自贡的公园里面 它做的是一个长囊大概九十米长 化妆也不错 化妆化得好 是你一个人化的吗 这个人物基本上也就是非常到极致了 就是自贡灯会的工艺里面到极致了 就是美术师然后工人还有设计都是一流的 应该是 《洛神父》就是根据顾凯志的那张很有名的那张古画 这张长卷它的尺寸是27公分高 然后5米7长度 所以刚好我们就把它放到10倍大 观众是游走式的观看 用了大概13台高流明的投影仪 然后把它做成 整个把这个画做成一个声光电的一个动画 当时策划的这个时候 我们想把它就又回归到这种最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里面去 然后呢 但是又想把它做得非常的 又赋予它现代意义 所以今年我们在这个洛神父加了这个罗远3D以后 我们想象的应该第一个把它活化起来 第二个把这个通过这个罗远3D技术 把这个爱情故事数字技术来呈现 觉得这个元宇宙这个时代 应该随着科技的发展的话 应该是非常快的 所以今年的灯会 我们更多想的还是应该有这个概念的植入 一个人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 有大概有三个小时 特别是在晚上 然后有三个小时在整个园区里面 它应该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 这个虚拟的世界实际上也是人的生活 另外一种想象 另外一种愿景 所谓的就是现在的 元宇宙的这种这种想象 但是没有什么 我们下属的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